灵鳩山是台湾知名的佛教团体 创办人辛道法师 1948年出生于缅甸、蜡树、岛山地区 四岁时因为战乱和母亲失散 之后加入国民党政府 留在泰缅边区的孤军部队 1961年 辛道法师随军撤退到台湾 日后开始修习佛法 1984年创设灵鳩山孤生道场 由于辛道法师本人在佛学上的成就 以及与缅甸的特殊关系 他在2014年3月 获得缅甸政府颁赠佛教卓越成就奖 由总统登圣亲子颁寿 弄曼村位于蜡树近郊 是滇缅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 国感特区政府前任主席罗兴汉 曾经率领民族地方部队 与缅甸政府军作战 之后与政府和解 解编部队的成员大多安置在这里 在罗兴汉的引戒下 辛道法师从2006年开始规划 在这里开辟一座环保农场 称为弄曼农场 这座农场背靠高山面向山谷 大半个蜡树市区可以一览无遗 在农场的山坡上还建起了一座木质平台 可以提供打坐参产之用 从计划之初就参与工作的雷自仁先生 接受访问时说明了设立这座农场的初衷 第一就是说是先让附近的这些村民 有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第二就是说是在这个农场 他们的这个根营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要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是如何去做一些土地的改良 然后呢就是说是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 这样子的一种保护的一些观念等等 要在弄曼为国感 为当地的这些华人 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占地超过150公顷的弄曼农场 目前种植盐兰草 柠檬草和玉米 盐兰草根部很长 可以抓住土壤不流失 以保持水土 柠檬草一年可以收获四次 收割之后就直接在农场的作坊里 通过火烤 蒸馏等程序 制成柠檬香茅精油 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 雷自仁说 新道法师目前几乎把全部精力 都摆在弄曼农场的设置和经营 除了农业生产外 新道法师目前还在缅甸各地 收容了许多孤儿 未来将全树集中在这里安置 居住 教育 下一步还希望发展医疗 民族会馆和国际佛教中心等事业 雷自仁总结说到 因为国感人他常年是在那种战争 因为新道师父本身 他就是在战争中给母亲失散 然后失去家园跑到台湾去 90年才回来这样子 所以他想要在弄曼这个地方 变成弄成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佛教很大的一个平台 现在是进化土地 未来是进化我们当地的人心 自由亚洲电台里同 蜡树弄满农场的报道